在这影片开头 以我当下的立场和想法 对于今天这个问题 直接了当给出我个人的答案是 以上应该至少都有一个听得懂吧 大家好,这里是海星教练 欢迎收看本频道视频 今天潜水FAQ第二期视频 就来跟大家深入探讨 潜水星所考证之前经常问的 我不游泳可以去考潜水症吗 为了避免被断章取义 请注意 问题提问的是考潜水症 而不只是体验潜水这么简单而已 对于定义不会游泳 基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义 而且还有心理因素或怕不怕水 其他方面的影响 所以为了避免太复杂 请大家依照自己心中的那把扯 最低限度最简单的定义 不会游泳就好 再来呢,对于回答这个体温 只有单纯的yes或者no 这样二选一 没有所谓的but或者可是吼 这样模糊灰色的答复 之所以会有 我不以为我可以去考潜水症吗 这样的体温 当然是入门级别的潜水课程 有相关的要求 这里我个人以派底系统的 开放水域潜水员课程来举例 第一就是要有十分钟的水面漂浮测试 还有持续两百米的游泳 或者是三百米的浮潜 两者全过程都没有福利辅助的装备 也没有固定物来提供支撑或站立 唯有那个三百米的浮潜是可以带上面镜呼吸管 还有脚骨来游动而已 对此我再重复强调一次 以我当下拍着视频的立场和想法 包括潜水经验十年 潜水教练工作两年 以及当下我没有要对任何人推销 潜水课程或潜水消费的中立立场 来发表我个人的答复是 接下来我个人跟大家来分析 为什么我要回答不 最老掉牙的各种理由 安全第一啦 安全使得万年船啦 有备无患 越准备妥当 越撕半空杯 这些答复你们肯定都听过 道理也明白 可是即便如此 从以往我个人接触过的 课程学和欢乐潜客人 加上潜水圈子里 其他潜水爱好者和同行教练们 续说分享 可以观察到当今有两个现象 第一就是还有相当多的 不会游泳的客人前来考潜水证 以及第二 就连已经考了证的潜水诊当中 有一部分滋润或被他人认为 不会游泳的也有相当的一定数量 而这两个现象 似乎已经结合起来 被烙印在某个特定潜水圈子 中文压中 成为了一种刻板印象 虽然刻板印象有好有坏 不过我这里说的是 带有贬异的stereotype 先来讲讲我个人推想一些 造成这两个现象的因素 首先是来自第一种人群 也就是 不会游泳又想考潜水证的人本身 一部分是出生自毒不怕虎的那种心态 就算不游泳 也因为完全没有接触过 不知道要敬畏水 而直接报考潜水课程 虽然不知者无罪不能怪他们 不过这样的无知并非好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创作这些影片 来分享给更多人了解 另一部分是 就算道理都了解 可是现实很骨感 比如平时抽不了空 去练习游泳水性 找不到人家哦 自己游的话 要么怕 要么游不来 要出去一趟 却请不到那么多天的假 或者很难得有机会出一趟 所以就想尽量一趟 就把潜水证考到 然后呢 这部分的人 要么敢敢去拨 当作挑战自己 要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来发问 我不以为我可以去考潜水证吗 极大部分时候都会得到 yes可以 或者yes but 可以 但是呢 这样的认可答复 从而求得了心理安稳后 最终结果还是选择了继续报考潜水课程 至于有没有做到那些 but 但是的建议呢 就无从追究 接下来就讲讲第二种人群 也就是潜天还有潜水教练 要么是业者们做生意的推销立场使然 要么是来自潜水热爱的心情 对客人发出鸡汤热血立志鼓励的正面答复 不管是哪种立场或心态 基本都会带着专业的微笑 诚恳的眼神 跟你说yes可以 或者yes but 可以 但是呢 这类的答复 这样来自潜水专业人士的认可答复呢 对刚刚提到的第一群人特别有效 最重要是客人尽管知道自己不游泳 也心甘情愿啊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客人做完了潜水课程里所有的技巧 唯独还是过不了游泳漂浮测试 那怎么办 这也造就了接下来这第三种人群 也就是已经烤了针 却不会游泳的潜水员 从烤潜水针的修罗炼狱回去以后 很多时候都会把正能量 鸡汤 热血 励志 虽然不会游泳 还是考到了 好开心哦 各种潜水历程 作为考证心得或攻略 分享于社交媒体 有的甚至成为标题的一部分 在现金网络扩散效应之下 好的一面当然是 让更多人了解到休闲潜水 不过另一面呢 我也担心会影响到 上面提到的第一个人群 产生更多迷之自信 而直接去报考潜水课程 导致这个轮回就一直循环下去 关于形成这样的风气和现象 那当然还有多方的因素 毕竟冰冻三车飞一日子还满 其他的还有大环境下的市场互动 比如 尽管不会游泳 但这样的客人 依然还是陆续有来 潜店或教练们 没有也不可能有完全的责任 来对所有客人确保 预先会游泳 各个潜店和教练之间都竞争招客 客人大众要求课程便宜 同时又要时间天数短 在短短几天的课程时间 肯定没有办法保证所有的客人 都能立刻学会游泳之类等等的 那多年这样长久下来呢 我们这个潜水圈子就形成他人眼中 很多人都不会游泳的刻板印象 有的人会说 So what? 不会游泳就不会游泳啦 要知道在他人的观点角度里 尤其是老外潜水员或者潜水教练 这是很荒谬的现象 就好像那些不会游泳的人 前去考潜水证 跟不会骑脚踏车 却要去考摩托车执照一样 连医生听懂都不会用 却要去拿手术刀考外科医生证 而另外那些持证的潜水员 却还是不会游泳 就好像能开车 可是却不会吸杀安全带 可以超刀进行外科手术 却还是不会用医生听懂那样 所以我想请大家试着问一问自己 尤其是那些觉得 不会游泳的去考证 或持证的潜水员不会游泳 这样也无所谓 没关系 代酒不 So what? 理所当然这样想法的人们 请你试想一下 你自己能完全放心 让一个不会用医生听懂的医生 给你抄到重要的外科手术吗 你身边的爱人对你说 亲爱的 我不会绑安全带 可是我还是要开车出远门 或者是你的儿子女儿对你说 拔 迷 我不会去脚踏车 可是我要去考摩托车执照哦 你会有什么想法 难道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 怎么可能说在休闲潜水这方面 我们却又一副理所当然 麻木的接受呢 那为什么我不选择回答yes 然后后面加个but 这样的答复呢 首先就是这种带有but 的模拟两可答复 根本就是一个自我否定 站不住脚的矛盾 gogong你就当着你的另一半问你 亲爱的你爱我吗 的时候 你私下给出yes 我爱你 但是我爱前人比较多 这样的回答 然后 我也想了想 以前作为潜水教练的我 这般带着鸡汤 热血 励志 鼓励的心态来回答 yes 你可以去 烤潜水证 but 你要记得blablabla 这几乎就是变相的赌徒为观心态啊 比如玩 in between 色隆门 如果排面是A和K 那我的确会叫对方赶赶 all in罢了 但如果排面是 5和8 这样的烂排面 还会怂恿你继续下注的话 这已经没有理性可言了 等同于讲零话 纯粹看热闹娱乐的心态罢了 就算有良知的告诉你什么 诶 等等你先算一下概率啊 等过下一盘 看有什么排面再决定啊 你会不会听得进这些后续的建议 还是依然下注 然后开出什么结果 这都不在我这样子出一张嘴说话的人 能够控制得了 所以后来 现在 我也打算不再这样讲零话的回答 yes but 再来就是 曾经我用yes but 来回答我身边朋友圈子的人 提问这个 我不游泳我可以去考线水证吗 然后我身边有人 真实反应的例子呢 最近一次 我想让他考证 跟他讲解课程 包含游泳和漂浮测试时 他就当着我的面说 可是你以前不是说 不会游泳也可以考证的吗 怎么现在有这样的测试要求啊 而明明我以前 对他回答 绝对不是一个这样单纯的yes 的回答意识而已 我就开始思考 这可能是人的天性使然吧 就比如打麻将 玩扑克牌21点 诶 怎么有这样的醒乌的 你这样只能算扎乌而已咯 我一下玩完都是16点可以走的咯 哪里有讲不让走的 就连当下疫情防疫 SOP作为例子 人们还是会转牛角尖 各种battern多过Badminton 我没有堂食啊 我就打包在门口吃而已啊 我们没有聚会啊 我就刚好散步到他家门口停下休息而已啊 种种例子显示 人很本能的挑选细松正能量 好的或者认可的讯息 如果不是特地放注意力的话 那些负能量坏的否定的讯息 基本都会自动被排除被过滤 导致当我们有理解上的疑惑时 会很本能的倾向于挑选 对自己有利的理解方式的答案 我猜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断章取义吧 所以最后很多时候呢 YES的后面交不交Bad 也没多大作用 几乎就是more peace fish而已 对方多数时候吸收到的信息 也就是很想听到的YES而已 比如我刚才提到有人例子啦 把我从前的YESBad 直接断章取义为YES而已 就算有听下了Bad的种种建议 也未必真的能够身体力行 去照着做 这也是为什么影片开头我就定义了 关于这个提问 我不以为我可以去考潜水证吗 只做YES或者NO 二选一 然后当不会游泳的你 依然选择了 出去考潜水证的时候 万一 真的出事情了呢 小事比如小小觅了一下 呛到水 考证不顺利 教练最终没有签字发证 你以为之前那些回答你YESBad的人会怎样咧 Oops Sorry My thoughts and prayers with you Chikatana 不过承担的人还是你自己啦 可是 万一出了大事情呢 反正这时候的你也听不见 当初对你回答YESBad的人会怎么反应呢 在这种不良风气和荒谬现象的大环境下 尽管如此 我本人还是想推广休闲潜水给大家的 只是我恐怕一部分持相反意见的人看到这里 应该有想把我修了MESBad的人招待了的念头 啊嘿 我们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想法啦 你不喜欢我吹谁的观点想法的话 我也没有勉强你接受 只是这里我特别分享一些 我个人之前在潜店工作时 有过的一些经历 来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我观点想法的出发点 首先就是在潜店工作的时候 每次员工被告知即将接手的 新一批来临的课程学员或潜水客人时 一提到是属于某个特定潜水圈子时 不论是我自己别的当地人同事 别的老外同事 大家基本脑海都会浮现刻板印象 过后在接待新客人时 超过半数时候 这些刻板印象都会被印证 我看到同事们也经常一副预料之中 expected的样子 反观其他群体的客人 比如老外的学员 是少于半数 才有游泳水性不好的情况出现 这里我住嘲一下 当时我经常羡慕其他的同事 能准时下班 而我还要带着学员 练习游泳水性到太阳下散 更惨是这样是没有加班费的 纯粹燃烧我的个人小宇宙里 接下来第二样就是 不会游泳的课程学员 被潜店或教练劝退辞退 是家常便饭 尤其是在我之前待的潜店里那些 老外教练同事们 经常劝队辞退的 大多数都是某个特定潜水圈子的 你们大家要知道的是 潜水教练的本质是 教潜水 教游泳的 那应该是游泳教练的分类式啊 顺便一提 如果你的潜水教练把不会游泳的你 在有限又紧凑的课程时间里 能额外抽出时间 把你的游泳水性调教好 请你好好感谢你的潜水教练 真的 而且我是说 除了请他喝一杯以外 也请按照你的心意和能力 打赏消费给你的教练 因为他提供了原本课程内容以外的额外服务 另外就是 不同潜水教练对课程标准要求 比如那些游泳漂浮测试都有很不同的定义 而学员要面对什么样的课程标准 完全取决于接手的潜水教练 就算有黑字白字 这些课程标准也还是可以被玩中起色游戏的 有的教练可以很随意的 让学员通过游泳漂浮测试 也有的教练我见识过 真的像军训一样 严格要求学员 不然就被劝退辞退 看到这些同样辐射 说着同样语言的学员客人 就这样被劝退辞退 看着他们原本来度假欢乐的期盼 在一两天时间内变得失落 然后呢 尽管我不会得到潜店的额外分红获利 可是很多时候 我尽量额外开挂 给一部分被潜店教练辞退的学员 或多或少给予直接或间接的帮助 争取达成不同程度的收获 而对于当年另外一部分 我没有机会帮助到的你们 我只能很遗憾我不会分身数 所以对于那些不会拥有用前来报考潜水课程的同学们 我和他们是有过一些交流心得很感慨 这也是为什么我创作这期影片的其中一个理由 接下来第三就是 某次潜店员工开会的时候 我有了最深刻的体会 我记得那是某年年头的开会里 潜店经理跟大家汇报 前一年来到潜店的学员报考潜水课程的总数据 有三成的学员需要额外添加上课添数才能完成课程 有二成的学员到最后是没有办法完成课程 整合以上这三成和二成一共有五成的学员 也就是半数的人 无法在原有的课程填数内完成所有的课程内容和标准要求 停顿一下后 潜店经理略带开玩笑的对我们说 如果把这些数据再进一步根据国家来分类的话 应该会看到更有趣的结果 说完后房间里所有员工 无论是本地的还是老外员工 包括我自己 大家都玩耳一笑 所有人都同步的领略到潜店经理随意开了一个玩笑 而我本人在片刻后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因为那一刻我意识到 我们这某个特定的潜水圈子正在被开玩笑 而我也直觉地认同这样的刻板印象玩笑 跟着一起笑 可是在潜店经理持有的总数据加持下 我也得坦白 我心中无力反驳我们这样被飙上潜水界的东亚病夫 虽然有的人会尝试辩解说 还有各种其他因素导致潜水课程无法完成 不单单只是不会游泳而已啊 不过这样听起来只像是窒息欺人的自我安慰而已 甚至是反效果的 再说某个特定潜水圈子的人 不只是游泳水性差 这么一个刻板印象的哑 尤其是我经历了潜店经理那番话 和大家自然的反应 基本实锤了刻板印象这么一个事实 话说回来 这样一个局面 可以怎样破呢 以后面对这样的提问 我不以为我可以去考线水证吗 与其回答 yes 不以为我们的人已经得到想要的答案 才说 把对方多数不会继续停下去了 不如我们试着回答 no 为游泳的人对否定警觉起来 才说but 与否定相反的认可 瞬间抓住对方注意力 这样子先回答了no以后 这个时候说的各种but 比如 第一 先去练习游泳水性 关于这点 潜店和潜水店可以找各处的游泳教练来合作 一起推广提供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选择 第二 先来一趟潜水体验活动 在活动结束后 潜店或教练推广又会给有兴趣考证的客人 下次练好了游泳水性 再来上潜水课程 第三 给考证行程多安排预留天数 尤其是对那些依然不会游泳 就来考证的客人 虽然整体会对潜店或教练 造成时间天数上的成本负担 不过可以尽量安排配套方案 来折中取得多方共赢局面 这样子提问的 不会游泳的客人 也比较能接收考虑这些吧 的讯息 然后再采取决定 大家都一起这样回答的话 一来呢 可以灌输正确的 面对考潜水证应有的准备 二来可以作为 一个简单的小起步 来面对改变 我们这个潜水圈子的刻板印象 以及上面提过的 各种不良风气和荒谬现象 至于将要考证的人 和已经持证的潜水员里 那一部分还不会游泳的你们 我想对你们说 或是听了其他人对你说 No或者不 你就瞬间立刻就会游泳了 没有这么神奇 毕竟最后还是得靠你自己的努力 而我主张提出这么回答 是要记起你们有那个念头 去开始学习练习游泳和水性 当然我没指望什么奇迹 能够一朝一夕就改变这冰冻三层 毕竟潜水圈子里 我就是个小心案而已 既不是什么潜水大神 也不是什么潜天大王 不过我还是相信 潜水圈子里的大家 都是热爱这个休闲潜水活动的 所以小弟我在这里 跟大家呼吁这个理念 以No或者No but 来开始回应这个 我不以为我可以去考潜水症吗 的提问 如果你认同以上影片所述 请点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支持我接下来创作更多频道内容 如果看到了这里 你还是不认同我的话 没关系 请在下方留言多多指教 让我们互相交流彼此想法 当然你们也别忘了 把这影片分享出去 尤其是给那些抱友 我不以为我可以去考潜水症吗 这个疑问 得人看看 我是爱心教练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这视频也当做提醒着我本人自己 就算以后明天 在外面继续浇潜水 招客人时 也能继续坚持这个想法里面 希望将来 不会出现打脸这样的我 哎呦可以的啦 就算不会有也没有问题啦 打一九五 你就放心的来 跟我上课潜水啦 哎呦真香 哦呦 接下来就看整个招官咯 哦 我应该是在帅上课行的 是有没有问题的